缺姐又是好几天没有来这儿嘚的 这几天发生的事还是比较有趣的 缺姐发现缺姐最尊重的语言班上的芬兰老太太居然妒忌缺姐 其实缺姐暴露的私人信息非常少 这个老太太也是好几次试探着要拿到缺姐的私人信息 缺姐很少去主动的去讲 因为说什么都不对 说什么她有妒忌 她都能找到妒忌你的话题了 缺姐就知道人心善度 尤其是缺姐显然就不是 能够让白人找到优越感的那种亚洲人 缺姐是看不起 基本上就是缺姐所能遇到的 所能接触到的这个白人 缺姐还没接触到这种上流社会的白人 缺姐接触的都是中低阶层的 这种穷白人缺姐还看不上呢 你他妈你赚钱又没我多是吧 然后我在中国的社会地位 那些人比你们绝大多数穷白人要高的多吧 怎么着 缺姐以前在国内也是当过大学老师和记者的吧 然后认知呢 又没有我 又没有我这个先进 拿什么跟我比啊 然后我这财务又自由了 你们财务都没自由 比如说芬兰老太 他连那个全款 他退休了 他是不能从银行申请贷款的 所以呢他自己的积蓄呢 又不足以支撑他在这全可买一个公寓 说句实话这老太太也是是吧 你就租房子 为什么租房子 他没有这个存款呢 因为他和他的 离婚后的又找的这个老伴呢 是同居关系 不属于结婚关系 结婚关系本质就是一个经济合作形式 是个经济共同体 只有说两个人把这个钱放在一起用 你们才能够 能够干一个人干不了的事 你看他 就是因为自己第一段 性缘关系失败 为什么你第一段性缘关系 不就因为他妈你傻逼 你早婚早遇吗 你早恋吗 你二次就生第一个孩子 他妈你得是 早恋得早到几百辈子去了 几百年去了 这就为什么说缺姐 就看不上这种早恋的 早婚的早育的女人呢 因为都是脑子还没长全 性格还有缺陷 然后自己的所有的心理缺陷 性格缺陷还没有得到修复 修复的时候 你遇到什么男人 你也不可能把握得住 而且这男人 他本身他也有他的认知缺陷 你二十岁认识男 大概率跟你差不多同龄 两个小年轻 那些都有性格缺陷 都还在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要事业没事业 要学业没学业 那可不 然后自己傲娇 自己的性格也得不到修复 然后因为第一段婚的受缩 让自己的性格缺陷就更加的 变本加烈 就这种性格缺陷的这种女人 就是你个人条件好一点 也不足以让一个条件好的 男人愿意跟你 就是形成这种长期的关系 顶多人是跟你约约胖 骗个胖 甩一胖就走 还眼睛不是什么 他说你自己没修复 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不要找 任何的什么性格关系 就是任何关系 都是你自己修复了 足够修复你自己之后再去找 没有认知的时候 你就自己静下心的潜伏下来 自己一个人独处 自己修复自己 自己完善自己 提高自己 提升自己 孤独日子没有那么难过 华人家说B痒 一天不操B就难受 那他就贱的话 那没办法 有的女人一天不操B就难受 有的男人一天不操B就难受 这种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错误里轮回 因为没有修复自己的错误的时候 你带着错误进入下一段 任何一种关系都不可能成功 不管是血缘关系 还是血缘关系 还是有缘关系 什么关系都成不了 所以说缺解就看这老太太 他想办设法 他要套缺解的话 还借着这个上课 借着上课的课堂讨论 缺解不依不得已 缺解呢 其实呢 之所以把说自己喜欢 说自己有老公 其实是想说给对面的 那个对缺解是这种 蠢蠢欲动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小帅哥听 因为缺解知道他经常会偷听 乍声都偷听 缺解就想告诉他 我有老公 你不用再打我主意了 特别难受 他天天的一边又边 跟扫描机一样 他一遍遍地扫描你 你每个眼神 每个心理活动 他还要做各种各样的小动作 他来引起你的关注 他还生怕你不理他 你不关注他 你就是这种心理活动 你说你这点小心机 你说能逃得过我的眼睛吗 我以前可是当过大学老师的 学生的那点小活动 小心思缺解都看得一清二楚 缺解只是不说而已 他在缺解 你说烦不烦 本来缺解这个西语就不好 压力就很大 然后他就不断的 可以说是一种的骚扰和干扰吧 当然缺解很感激他 就是缺解这把年纪 还能看上缺解 说明缺解是有价值的 至少是有这种 在男人眼里是挺有魅力的 这是缺解想不到的 这是缺解没有 完全没有设想 没有预料 也没有打算 也不指望 甚至是拒绝的 但是呢 你说 然后在这个老太太 老太太就专门观察 缺解和这些男性的互动 这些男同学的互动 缺解发现班长男同学都挺在乎缺解 都挺怕缺解的 都挺小 有的他看得出 这个相当于小帅哥 总看缺解 对缺解有意思 你说这老太太他什么不知道 他活了70岁 而且呢 这老太太跟缺解做一块 你说这男他总用那种 那种充满情欲的眼神 看着缺解 总瞄缺解 你说这老太太能看不到吗 他肯定看得到啊 他戴着老花镜 缺解都不敢看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克里斯蒂安 这老太太不在乎 老太太也是当过大学老师的 他什么看不到 然后他发现 缺解又挺不拿这些男的当回事 就是拿的呢 又对缺解呢 比如说这个 克里斯蒂安对缺解呢 又是这种 念念不忘 一直是惦记着 不怕贼偷就怕贼电 他一直惦记着你 这烦不烦呢 所以这老太太就很妒忌 他跟男人性能关系里都失败 然后他又问了 又通过这个课堂的讨论 讨论到 你说这老太太你就承认吧 你早年 就是男女之间 他就是有这种性的吸引 就是完全是生理上的喜欢 他当然知道 看得出这个 这个男的对缺解 就有生理上的喜欢 他还有心理上的喜欢 心痒痒的 因生理上的喜欢 变成心理上的喜欢 当然没到精神上 没到这种 什么意义上的 什么这种 这肯定到不了 就是这种 蠢蠢一动的 初期的 他就看着 哎呦 他可羡慕 他以为缺解 本来他以为缺解 喜欢那个土耳其大树 缺解 一看就最后他明白了 缺解只是拉拢 这土耳其大树 因为缺解的 有缘关系失败 跟那个菲律宾女同学 所以拉拢土耳其大树 跟缺解做一块 土耳其大树 不愿意趟这个浑水 土耳其的这个男的呢 萨伊姆呢 这对缺解呢 既欣赏又讨厌 他欣赏你很多很多的点 当然缺解也立人设了 这萨伊姆又跟缺解 吹吹牛什么的 吹吹什么 哎呀我这家里 有几套房子出租啊 我这靠着租金呢 收租工啊 包租工啊 缺解就讽刺 哎呦 说那你就大地主啊 哈哈哈 所以我这些缺解 跟男的啊 就应对自如 因为你看 这个老太太都看在眼里 她肯定知道 就缺解 对付应付男人是 很有一套 不需要学 说有什么 就我心知 我的认知高于男的 我知道你男的怎么想 我知道你男的在乎什么 也不在乎什么 说句实话你说什么 服美意啊 展现女性的柔情魅力 对男人都没用 你越高了 你越不在乎男人 男人他就越尊重你 他就在乎你 比如说菲律宾的新来的 新来的那个丑男 像个面瓜似的脸长的 那个脑袋长得圆滚滚的 菲律宾的臭男 那鼻子长他妈跟狗舔的一样 像猪鼻子 真那么臭 他居然还想管着学姐 他就是大话 他一上来就是亚洲男的爹味 说什么在我们这课堂上 只许说鸡语 不许说中文 卧姐当场就用中文骂他 别听这个傻逼瞎嘰嘰嘰嘰 听这个傻逼瞎嘰嘰嘰嘰嘰嘰嘰呢 学姐当场就骂脏话 然后不愤 卧姐当场就用中文吧 然后这男的反正没站着学姐 又想讨好学姐 还要拿出他的圆珠笔 哎你给你用 卧姐就立马摆出个架势 就看着他用那种拳击手 就是盯着利物的远身 卧姐盯着他 一言不发 然后从自己背后的口袋 卧姐穿的全是这种运动装 然后就骑行装 然后口袋在背后的从那个夹克到背后 和他抽出一只圆珠笔 他妈笔有你的笔 老娘有笔用你用 用你的先银琴 所以说这个这个菲律宾男的就很怕随性 他就很他就毛了 他没看到一个亚洲女人 就是一个中国女人 这么软硬不吃 这么高冷 因为我他妈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你他妈教训我 你算老几 是吧 你他妈管我 连班长都管不了 我确定 确定班长 也跟沐克兰 那个难民 难班长是妇女主任 就喜欢管事 什么不允许用那个什么人工智能 他在这个班群上说 当时上课 确确把手机收起来 他妈我烦死了 然后确确就在班群 下了课就回了家 确确终于决定跟他干一家 有时间了 有困了 咱有困了 咱们就当场就在边群里 就开队了 然后这男妇女主任 被他老婆拉着 他老婆来上证了 来来来来 来劝架了 这七姐就说 我说平时不让用 我说他妈我细语不好 我当然要用 用了我才知道 这饭味怎么行 否则他妈 如果你细语那么好 他妈你一说就完美的 他妈你还学个屁啊 这七姐可不客气啊 那都不敢坑说 看着就吓得不敢 不敢搭理学学 没想到一个中国女的这么硬 然后这男的他就天天观察学姐 做学姐身后 天天观察学姐 学姐理都不理他 鸟都不鸟他 看他不看他 一个眼神都不给他 然后这男妇女主任 就观察学姐还 后来啊 就学姐看着这个 就背诵课文 真的是自己背 真的没有看着手机 真的是完全全文背诵 学姐也很应急 很要强的 她也尊重你 她也佩服你 你看这女的 习语不好 就生背吧 往死里背 她就背下来了吧 她小姨子反倒没背 来照着 所以说 缺姐就烦了 从此她就尊重你了 看着缺姐的圆珠笔掉在地上 她主动给缺姐献殷勤 给缺姐捡起来 你再说意大利的老头 她就觉得缺姐没把她放眼里 她说西语 你说意大利 你西语说的稀疑巴烂 口齿不清 然后你的意大利 又缺姐不懂 你又不懂英语 你也不懂德语 我跟你说个屁眼子 而且这个意大利老头 她就带着这种底层人的这种 就是过度性殷勤 来增加对别人的支配欲和控制 她是这种 这种老头 这种老头一看就社会底层的 这不是这种 中阶层的 中阶层 你得观察别人吧 你得看着 看人下赛点吧 她不 她显得自己特别殷勤 特别有礼貌 特别的亲 亲公 特别的讨人喜欢 特别热情 这种人往往都是包散祸心的 果不其然 缺姐就看不上这种人 一看这种人就社会底层老鼻 缺姐 那么你跟我不是一个阶层 但是我跟你说个屁话 缺姐从来打招呼 我都不看着她 每天早上她说最早一个招呼 缺姐看着不看她 因为什么呢 本来呢 她和这个 就是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女的 她是老公 是西班牙人 因为她的发言 这个意大利老头的 这个戏语发言部 这个女的呢 巴勒斯坦的这女的呢 纠正了一下她 那缺姐听着 也是缺姐比较好人 是讨人一样 缺姐听着就着急了 真的说不好 缺姐就纠正了 也跟着纠正一下 哎呦 这老头没对着 这个巴勒斯坦那里 就对着跟缺姐来了 就觉得 你的戏语那么热 你还纠正我 你还配纠正我 哎呦 她嘲笑缺姐呢 卧槽 这就梁子就结下了 然后她可逮住一个机会 她说缺姐那凳子 不应该下几个挪 是没在一条线上 缺姐就此就不搭理 每次一上课 上课之前 她肯定是她 这个老头在那个教室 缺姐看着她 我就全班人 我都不搭理 就不想让你 她妈捡个闹 是吧 我就打理别人 不打理你 我就不打理你 就冷暴力 IT这人哥 就是冷暴力 她妈 我看不上你的人 她妈 老娘也不会跟你这 就是当面罗 对面骨头 瞎几个吵 吵了 她妈 你当爽了 反正缺姐吸引也不好 她妈 要是德语的话 确姐还真不怕你 中文就更不怕你 是吧 英文也行啊 但是呢 这缺姐又不能下肩膀 跟她说英文 以后缺姐不知道 她懂不懂英文 就这种社会底层漏笔 所以说 缺姐就冷暴力 她妈 老娘就看不上你 她一回答我 缺姐就狠狠冷笑 她妈 你不笑话我们 我还笑话你呢 她就跟缺姐 对对对对 她顶不住了 她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缺姐不怕呀 她妈 我就压力长大的人 我苦难 我有这种苦难的童年 我还怕什么压力 她也还怕你嘲笑我 你跟谁嘲笑我都不怕 老娘脸皮厚的狠 所以说这老头怕缺姐了 然后讨好缺姐 故意借着给全班 其他人送那个薄荷糖 那个叫什么 那个八角糖 就用八角做香料 那糖 有八角味的 然后也送缺姐 跟缺姐就顺便 送个台阶就下了 这样你跟我主动说好 就下台 有台阶就下呗 是吧 所以全班上 为数不多的 这几个男的 都比较怕缺姐 没有几个 就敢跟缺姐造次的 唯一的呢 这个匈牙利的呢 这个帅哥呢 他是一个手风琴演作家 音乐人嘛 学音乐出身的 缺姐知道 这种学艺术出身的人呢 是感性大于理性 他的激情大于 他的深情 这种人的热情来得快 去得快 而且生理性喜欢 你说缺姐到底有什么 可生理性喜欢 缺姐唯一好看的 就是脸蛋老婆 就是因为自己这一年 缺姐拼命的健身 真的是脸蛋回春了 一看缺姐 自己照镜子吓一跳 怎么又回到 以前30岁左右 比以前30岁 缺姐30岁的时候 也就这样 缺姐现在50岁还这样 缺姐缺姐没瞎几个吹 因为缺姐前两年 健身的时候 40几岁 40 45岁健身的时候 看起来像20几岁的 那个时候 真是 真是 就脸真的不容易了 这为什么呢 缺姐自己想 应该是 大概率是 缺姐因为 是童年太早 经受了磨捺 受到了严重的 精神创伤 所以缺姐内在的小孩 一直没有真正的长大 他就是内心的 就是你的内心 就停留在 孩子那一刻 你就会体现出 就是你在你的生理上 他都会有表证 因为 到底是什么 一个科学机制 缺姐不太清楚 缺姐发现 很多童年 有问题的女人 她在成年后 都会 你看起来 都有特别天真 特别像小孩的一部分 甚至她都不用 不容易老 比如说 玛丽莲梦露 她就从小 寄人理想 不断的被人送养 寄养 各个寄养家庭 留恋各个寄养家庭 长大的 这么一个苦孩子 你看她 她那种天真的笑 又性感 又天真的 那种妩媚 你看是一个成年人的 女人的那个样子 她内心里 就个小孩 她没长大 但是 缺姐修复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 就是自己做决策的时候 行为上的缺陷 但我内心里 还是有那种孩子 那种 那种孩子气的一面 这个东西很难藏得住 包括声音的部分很难变 缺姐说其他的 这个语种的时候 听起来还是年轻人的那种 嗓音 完全不是缺姐说中文的这个嗓音 说中文呢 因为毕竟做广播嘛 你得说的成熟点 你别再发点嘛 但是缺姐跟其他 中国人对话的时候 听起来还是挺年轻的 这个黄冶记跟缺姐面积过 他说你当面 说话 跟你面对面 说话挺年轻的 你在广播里 就听起来很老大妈 他一直认为缺姐是 他一直说缺姐是个老大妈 这样能把他显得右太吗 黄冶记喜欢这个 这个什么厨祭般的右太 这是黄冶记喜欢 但缺姐真没有故作右太 真没有 缺姐就是一个普通的 这种年轻也就是少妇型的 这种年轻吧 也没有说什么右太 缺姐从来没有说卖萌 什么撒娇 什么发屌 觉得恶心 我觉得特别幼稚 而且呢特别的显得你轻调 男人是不会把这个当回事 男人只是会觉得你他妈好操 好侮辱 好凌驾 好欺负 说解说 女人不要在男人面前 轻易的表现你的所谓的蒙态 蒙态就是意味着你好欺负 但是很多女人不懂 他这样会讨男人喜欢 不是的 真的不是 你很难讨到心理健康正常的 有正常需求的男人的这种喜欢 尊重 因为什么呢 只有病态 这种极度自卑 产生了极度自恋 自恋性人格障碍的男人 他才会喜欢所谓的你撒娇 卖萌 因为你好欺负 自恋性人格是个有毒的人格 就是要欺负别人 不欺负人就难受就获得不了存在感的 他的价值感全建立在怎么去欺负别人 所以说那缺姐一看到这种自恋性的障碍 缺姐就特别讨厌 缺姐能识别人 然后呢 这个就咱们再说的分达老太 分达老太 他他就通过 缺席其实也在二是这个分达老太 你不要他妈再次天天的搜集我 私人信息 我不愿跟你说私事 因为你看人性就是这样的 你看分达老太 他说的私事越多 他报了他的性格权 就这种霸道 自以为是 这种 就是又愚蠢 愚蠢无知 还偏见 还特别想要控制别人的时候 你说缺姐那些 你生出的想法是什么呢 生出的想法就是 他妈难怪你会婚姻失败 难怪你 找了个老爸 第二个老爸 同居三十年你都不敢结婚 谁他妈愿意跟你结婚 你这傻比 就你这性格缺陷 谁愿意跟你结婚 你说你是一个老太 其实是老太 手之间和脚之间 趋黑的时候他晒的 分达老太 其实他是个白人 很白的 他是把趋黑的手指 脚之间的手指 这手背 非要涂一个鲜红的 大红的 脚之间涂的 就觉得他们是傻逼 是个老妖精 其实也真看不上这种大半 显得很廉价 很风骚 很放荡的样子 就不像是一个正经女人 说就是话 确确不说要 黄粮谁正经不正经 当然这芬兰的他还觉得 确确不正经呢 稍微撩了一下 那个芬兰的 那个匈牙利的 那个 他是91年出生的 比确确小11岁的 稍微撩他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确确觉得好笑吗 他说我这么 确确内心的 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外表长什么样 又没有天天拿着镜子 去看自己 我没时没刻看自己 我内心认为 我自己50岁就50岁是吧 完全没有说想勾引谁的意思 突然有一个比自己小了17岁的 就一个正当年的 哎呦 他对你这心心念念 就就就就围着 就像小狗围着 围着一个肉骨头一样的 他就不断地摇着尾巴 使出各种的策略 确确就觉得好笑吗 看着他这种情侣是吧 确确也觉得莫名其妙吧 你为什么要对我生理性的喜欢呢 确确就看着他 我就笑了 心里笑了一下 在别人看来呢 就是在撩他 确确的可能呢 就笑他 你看不出我多大岁数吗 你看我这个性格 这成熟度 这个内核的稳定 这就不是 30岁的女人能拥有的 这种心智成熟 这种强大的自信 你看看30岁的女人 有缺姐这样的自信吗 没有 有缺姐这种 就是不讨男人喜欢吗 没有 30岁的女人 如果是没结婚呢 肯定还要媚男呢 是吧 还要讨男人喜欢呢 跟缺姐就不媚男 就不 不把男人当回事 不放在眼里 他妈 你算个鸡巴毛 在老娘的眼里 你们都是鸡巴毛 缺姐根本就不把男人当回事 看不起男人从内心里 这不是缺姐故意的要逆反 这是缺姐本能的 骨子里的 他问你说 这些屌毛 你有什么呀 资本能 你是有能力 有才华 有韧劲 有抗压能力 包括这个 这个熊亚丽少帅哥 他自己回答问题 他怎么说 他怎么看缺姐吗 他怎么扫描缺姐吗 他可不 他去课上开小串 他可不 他回答问题 就回答错了 然后他就感觉很羞愧 很羞脑 脑羞成怒 这就是心理素质不好 你看缺姐 也是被这个 不是缺姐本身 细语就不好 听力就不好 缺姐听不懂 缺姐老师叫缺姐回答什么问题 缺姐不知道这问题什么 缺姐就乱答一气 乱答一气 然后全帮哄堂答 你看缺姐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 其实马上我还能够 就是从这种被人嘲笑 轰荡大笑之后 马上就能够恢复过来 马上我就能够找不过来 老娘就这么自信 老娘就不在乎你们怎么笑我 这就是牛逼嘛 其实呢 这个菲律宾女同学 那是这个女同学是很佩服 他也在学缺姐的 他也在学缺姐的 为什么你都这么不在乎 别那么笑话你 因为我觉得你们本身压根起 就没有一个比我牛逼嘛 你们要财务没财务嘛 要社会阶层没社会阶层 要了认知没认知嘛 钱又没我花的充裕 没我丰富 生活又没有我过的好 老公又没有我搞得定 你看看你们谁的老公 不想搞个破鞋 不想去出去聊个骚 嫖个娼什么的 你看你们管得住你们老公吗 你看菲律的老公 用菲律管吗 菲律老公反倒是很在乎菲律 菲律知道 菲律老公故意把这个房子的 菲律在这个海盘买的房子 菲律在这个房子 一门厅装了一个摄像头 菲律每次进出时间 而且菲律的手机 菲律的老公是能够追踪的 菲律手机在哪 菲律老公能看得到 然后摄像头 他能看到菲律进出 菲律所有的活动 他都看得到 比如菲律的遗憾卡 菲律老公是遗不了人 就你刷了 你在哪刷了卡 你买了什么东西 你说菲律搞个屁破鞋 你说这样 就算从客观上来讲 你说这个破鞋我怎么搞 就是我还要想搞破鞋 肯定是经过菲律老公允许 包括菲律在班上 所有的这些事 每天今年发生这事 明天那事 什么这个匈牙利 小帅哥 今天又对菲律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他又又又 又有什么想法 那菲律都一无一时的跟老公 远远奔奔的 附书了 而且还没完没了 菲律老公都不想听了 他一听他心里难受 他有点妒忌 他有点难受 他说 为什么别那么喜欢你呢 怎么有女的这么喜欢我呢 菲律老公他有点心里慌 你知道吧 那你慌就慌嘛 是吧 你自己没有魅力嘛 那我有魅力 我就是比你有优势嘛 对吧 而且我又没有说搞破型了 那我心里又没鬼 是吧 我有什么不可说的呢 所以说菲律老公 反正是菲律有什么想法 就先第一个时间 先跟老公 先先汇报一番 还说的 静静有本 还说越说越 越在心 菲律老公 听 他听着 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想阻止菲律 但是一阻止 他又显得 他小心眼 爱吃醋 不阻止 他听着又难受 但是呢 他又很小心的 他在追踪菲律 菲律知道 我每天的这个 所有的行动 他都追踪着 所以说这不可能嘛 是吧 我不可能干嘛 咱们再说 这个菲律老太 你看人和人的 这心里都微妙 你说为什么说 菲律 一直强调说 一定要保护 自己的私人信息 如果说你不是 先把你的信息 交代给出去 你怎么知道 菲律 内心是看不起你的呢 你自己交代 在这个个人的 这什么 口述历史里 口述个人历史里 这个就是口语的课 口语的这个分数 所以